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一个重要的文章 就是第十一课 就是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写的一篇文章 《如何变老》中的一个片段 这个题目叫 Lesson 11, How to grow old 这个题目就去 这个变老啊 不用学 自己活着就老了 咱们看这个文章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 那么咱们还是先来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跟老师打开书到六十六页 Now please open your box at page 66 跟老师先读一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好 这个大声跟我念 oppress oppress justification justification justifiably justifiably cheat cheat abject abject ignoble ignoble impersonal impersonal 注意不要懂的impersonal 大家注意到那个S后面那个A 是斜体词印刷的 斜体词印刷的印标表示理论有 但读不出来 所以这么读在两面跟我念 impersonal impersonal 而不是impersonal 这个注意 好 接着读 eagle eagle recede recede increasingly increasingly passion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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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nles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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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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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riness weiriness 好 这是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其中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就先看一看这个重要的动词 我们先跟老师再读一下 oppress oppress 它叫使某人不开心 忧郁 或者是别扭 这个意思比较复杂 咱们看一看英文解释 好像更好理解 咱们看一看英文的定义 什么叫oppress呢 表示 make somebody feel unhappy worried or uncomfortable 就是使某人觉得不高兴 比较担忧 同时心里有点不舒服 别扭 很难受 那就是杂柔的情绪 像打翻了五味评 也又不高兴 有一些担忧 同时心里觉得特别难受 别扭 这种感觉叫oppress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 nightmare oppress me 昨天做了一个噩梦 这个噩梦 让我觉得特别别扭 梦记自己死了 你这倒霉劲的 the nightmare oppress me 你看就是我有点不高兴 有点担忧 同时心里还觉得别别扭扭的 这种感觉叫oppress 特别好记忆 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词用被动 其实更常见 看这个搭配叫 the patient is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death 这个有个搭配 可以顺便记住 叫be oppressed by 可以表示因为某个事 而忧虑 这个不开心 别扭 对吧 这个病人怎么样呢 这个病人因为担忧啊 这个死而别扭 这病人可能多绝症了 因为每天郁郁不乐 这个闷闷不乐 郁郁寡欢的样子 为什么 怕死 因为担心他会死 对死亡的恐惧 而别扭 而忧郁 本文中一会课文中 也是这么一个用法 就是心里呢 非常忧郁 非常别扭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表示心中有烦恼 非常难受 非常别扭 相关的表达 其实特别多 咱们都看几个 比如说你看我可以说 I feel blue 不是我觉得蓝色 而是觉得心中很忧郁 blue这个意思 还有呢像 down in the dumps 这不能翻译成 我觉得我到了 这垃圾堆下边来了 就是心情很沮丧 闷闷不乐的样子 也可以说 I feel depressed 也行 也是心情压抑的 郁闷的 但depressed 也可以表示 经济萧条的 类似 还有一个 I feel dejected 也是表示 垂头丧气的样子 心中很不开心 郁闷 忧郁 类似的感觉 也可以用固定搭配 叫I'm in low spirits I'm in low spirits 就是情绪低落 消沉 心情不好 不开心 这几个搭配都想 我跟老师读一遍 咱们喜语搭配 最好大声读三遍 背下来 咱们读一遍 咱们再课下自己 再大声读就好了 跟老师大声念 I feel blue I feel down in the dumps I feel depressed I feel dejected I'm in low spirits 好 这是表示心情呢 郁闷 忧郁 别扭 难受 心情很不好 可以用它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opressed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他做动词第一个意思表示 令某人忧郁 担忧 心中不开心 别扭 第二个意思表示 残酷的压迫某人 你看这个词头的好记 因为后面那个press P-R-E-S-S 本身就表示 按下去 按压下去 对吧 那prep还表示 残酷的压迫某人 咱们看看一个 简单的一个句子 比如说 我们描述 在旧社会 中国人民处于被压迫 被奴役 被剥削的这么一个地位 这个压迫 残酷的压迫某人用 oppress 奴役用enslave 就好了 enslave是奴隶 加en就好了 还有这个剥削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上一课第十课中 咱们讲过一个动词 叫exploit exploit 如果后面 毕竟是事物 可以表示开发 利用某个自然资源 大家还记得吗 如果毕竟是人的话呢 就是剥削某人 咱们放在一块 三个字用上 这句子出来了 in the old society 在旧社会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民 怎么样呢 were in the miserable position 处在这么一个悲惨的地位 或者处境 或者状况 这个position 这个词 咱们在三册的38个讲过 可以表示 某人的地位 处境 状况 它一般是个in 这个解释大费的 处于什么地位呢 是作为这样的人 处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地位 注意这词 as as the oppressed 作为被压迫的 the enslaved 被奴役的 and the exploited 还有被剥削的 那么后面这个 这个加一地的这个词呢 都可以把它看作是 过去分词当形容词来用 形容词 下面加定词的 表示一类人 对 所以在旧社会 中国人民处于 这个被压迫 被奴役 被剥削的 这么一个position 这么一个地位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重点词 oppress 记住两个意思 第一个表示 使心情 别扭 抑郁 沮丧 第二个 残忍的 残酷的 压迫不忍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 就看到这儿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后面这个 做某事情的 正当的理由 这个词 在我们写作中 是个五星级的重点词汇 所以这个单词 包括它本身的 这个含义 包括搭配 包括剧情 都特别重要 希望大家牢牢掌握 我们跟老师 先大声读起来 justification justification 做某事的 正当的理由 这个词个儿 比较大 咱们先看看 它同根的 一些短小的词 由意到难 慢慢来 首先呢 它同根的动词 大家最熟悉 就是正义 我们再大声读一遍 justice 正义是一 the cause of justice 正义 公正 就好了 它的同根的动词 也是我们justification 这个名词的来源 就是证明某个事情 是正当的 是合理的 证明某个事情 合理正当 它是个极有动词 咱们看一下例句 比如说 how can we justify spending so much money on arms 我们如何能够证明 在武器军备方面 花这么多钱 是正当合理的呢 证明某事是正当合理的 直接 我们加避语 证明它是合理的 arms可以表示 武器军备的意思 再看一个谚语 这句话叫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这是个谚语 什么意思呢 咱才能猜到 the end 就是结果嘛 这个the means 是手段途径 结果可以证明 途径手段 是合理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 说过那句话 叫做 不论是黑猫白猫 逮住老鼠的 就是好猫 就是结果 可以证明我们的手段 是正当合理的 大家看到 justify 是这么一个极无动词 那它同根的一个形容词呢 就是合理的 正当的 那次那意思就是 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 对吧 我们大声读一下 justifiable justifiable ABLE 是可以什么什么的 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 当然直接翻译着 合理的正当的就好了 在写作中 好多词可以跟他替换 比如说咱们比较熟悉的 reasonable 还有形容词legitimate 都可以表示合理的 合理的正当的 对吧 有理由的 我们把后面两个词 大声读一遍 在写作中一般可以替换 好 大声里面 reasonable reasonable 再看第二个 legitimate legitimate 好 不要读legitimate 李老师说我 这个ate呢 一般只有在动词里面 才读ate 在形容词和名词中 一般发ate 发ate 而不是a 再来遍 legitimate legitimate 这是合理的 合情合理的 正当的 是这么一个 我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这三个词可以替换 可以随便修饰其他的名词 比如说经常修饰 比如说adjustifiable 或者是ar reasonable 或者是legitimate explanation 一个合理的解释 对吧 或者是用它来修饰excuse 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 三个形容词带到这个 不让线的地方 都可以替换 合情合理的 正当的 就是一般人 我们可以理解的 说的是对的 对吧 然后呢 它同格的名词就出来了 就做某式的合理借口 你看这一步一步来 这一串单词 就同时背下来了 在大声度下 justification justification 做某式的 合理的 正当的借口 这个名词特别重要 而且我们顺便呢 把它搭配记住 它一般用在dirb句型里边 而且我们借词呢 一般是加切词for的 我们通过一个例句 就被它背下来了 比如说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holding her in jail 把这个女孩子 关到监狱里面 是毫无道理的 就是做某事 完全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注意介绍 for something 或for doing something 某事或者做某事 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 作为固定搭配 咱们记住就好了 在课文中 会看到类似的这个句型 好 这个正当合理的理由借口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看这个作弊 或者是这个欺骗 两个意思都行 第一个可以表示在比赛中 或者下棋中 或者考试中作弊 第二个是骗某人了 尤其是诈骗一些东西钱财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cheat 好 第一个意思呢 就是作弊 那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you're cheating 我说你在作弊 对吧 比如两个人在打牌的时候 这个人在作弊 跑步的时候 他吃这个喝兴奋剂 这也属于作弊 考试的时候呢 他在底下偷偷看小钞 这是作弊 you're cheating 可以这么说 再看看 比如说这个句子 he cheated in the test by using a calculator Calculator就是计算器了 他通过使用计算器 在考试里面作弊 我们都用纸来算 他按计算器 这是作弊了 cheat有这个意思 但是本文中呢 不是表示作弊的意思 本文中表示欺骗 欺骗这个意思相信大家都认识 但是要记住搭配 否则会用错 搭配是cheat somebody of something 或者是cheat somebody out of something 骗走了某人的某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放在接触of home就行了 前面这个out 有也行 没有也行 都可以 骗走了某人的某个东西 比如说 he cheated me out of one hundred dollars 或者he cheated me of one hundred dollars 就行了 他骗走了我一百美元 骗了我这么多钱 骗走某人的财务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cheat 但是我们再看这个 cheat还有另外一个欺骗的含义 这个欺骗呢 表示骗走了某人的东西财产 在这儿是吉误动词 后面直接加人 但还有一种欺骗 在后面的家 这词on 叫cheat on somebody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般是欺骗自己的配偶 跟其他的异性通奸 叫cheat on 对配偶不忠诚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加 吉误on了 当吉误动词意思就错了 比如说 he cheated on his wife 就这个人呢 他在外面可能抱养了情人 对他的老婆不忠 但感情上欺骗了他老婆 这个时候用cheat 后面加借词on 总之也是跟欺骗相关的 你看搭配就能判断他含义的 这个单词的清晰含义 所以记忆搭配多么重要 这个包括我们看能看得明白 而且写的时候 读的时候 在用的时候不会用错 那么本文中这个cheat呢 是表示欺骗某人的财产 表示骗某人的财产东西 这个搭配是特别特别多的 我们总结几个常见的这个骗吧 骑骗 首先有一个词呢 跟它特别像 就是deceive 也是表示欺骗 但这个欺骗呢 它是个中性词 它不一定是恶意的骗作财产了 一些善意的欺骗 比如告知真相之后 可能对它不好 这个也叫deceive 所以这个欺骗呢 是个中性词 而这个词一般情况下 也是极无动词 我问老师大声读一遍 第一个字母义法短译 第二个意义法 e这个声音 大声来没 deceive deceive 欺骗 那我看例子呗 The doctor will deceive the patient by not telling him the truth 这个医生啊 欺骗了病人 没有告诉他 他的真实情况 就告诉情况之后 可能怕病人自杀了 心情不好 deceived 这是欺骗 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在英语中有个搭配叫 a white lie 白颜色的谎言 叫white lie l-i-e那个lie 欺骗病人 说哎呀 没关系了 只不过是 一个小感冒了 其实病人得的是艾滋病 所以这个 通过这个方式来欺骗他 这个中性词都可以 但如果表示专业的 比如骗走某人的财物啊 骗走某人的东西啊 有一下 这几个搭配 几乎完全一样 你看 trick somebody out of something swindle somebody out of something 还有defraud somebody of something 这个一般就不叫out了 没办法 读几遍把它背下来就行了 一般都表示欺骗 诈骗某人的财物 把中心动词读一遍 trick swindle 再来遍 swindle defraud defraud 这个把搭配记住 表示诈骗某人的财物 就类似于刚才 咱们看到的 cheat somebody out of something 或者cheat somebody out of something 那个呢 是加不加out都行 但这里边 哪个有哪个没有 把它读书了就好了 老外为什么用的时候 不用思考呢 因为它其实已经背下来了 我们说英语不是 这个知识 它是技术手艺 技术一个字 得熟光知道 是不灵的 希望我们要把这个搭配 把它记住 怎么在口语中 写字中 不会用错了 好 这个单词跟老师 就看到这里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表示自我 这个ego 这个词有点来头 它是来自于 弗洛伊德 自我本我超我 这么一个理论 引述了这么一个点误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ego ego 好 那么这个呢 表示自我 自我就是表示 中间这一层的自我 就能够思考 行动 感知 这个自我 这个其实最早提出是 Sigmund Freud Sigmund Freud 他来提出的 这个家伙是干嘛的呢 A pioneer in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方面的一位先驱 他就提出了 人分自我 本我和超我 这个自我呢 就是Aid 这个Aid就表示 产生这个最基本的 生理本能的动物性的这个我 什么饮食男女啊 这种生理本能的 这个会吃饭 会喝水 会上厕所 对 这种自我叫Aid 然后呢 是更高一层 就中间这层叫Ego 有的时候 也有人把它读成Ego 这个也行 但读成Ego 更常见一些 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能够思考 行动 感知 这个自我 就一般人所谓的自我 还有一个更高级的 叫超我 所以这Aid叫本我 中间这是自我 这是超我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uper Ego Super Ego 所谓超我呢 就是能判断是非善恶 进行自我批评 自我提升的 更加侧能精神层面的 这个自我 就是我知道 这个事做的不对 哎呀 对吧 今天不好 今天缺了得了 对吧 明天不能再办缺德事了 我必须得自我改善 自我提高 这种 这个接近灵性的 这种自我 叫超我 这个我们本文中呢 就指的一般层面上 我们所谓 这个思考 行动 感知的 这个自我叫Ego 那么这个词呢 在生活中 有好多相关的一些词汇 我们顺便可以记住 比如有一个词叫Egoism 叫做利己主义 还有后面 它同个的名字叫Egoist 叫做自私自利的人 或者是利己主义者 就一心想着自己 都为自己好 来我们大声地叫Egoism Egoism 再叫同根名词 自私的家伙 自私的人 Egoist Egoist 这个词不妨记住 它相关的反语词 这个词叫利他主义 无私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Altruism 叫利他主义 叫利他主义 无私 这个就是利他主义者 或无私的人 毫不为己 专门为人 像雷锋这儿的人 对吧 我们再大声度 叫Altruist 叫利他主义者 或者无私的人 这个有时候呢 我们一个也会构成一些 复合形容词 你像这儿一个词 这个Egocentric 什么意思呢 叫做以自我为中心的 它相当于self-centered 因为center 本来就表示中心 以自我为中心的 一切光想着自己的 我们大声再度一下 Egocentric Egocentric 它相当于self-centered 这样一个词 好 这个是一个有来头的词 咱们知道 它的来中去脉 究竟是怎么一块事情 以及相关词汇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跟老师看的是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后退这个词 这是一个重点词 又有词根了 跟老师大声先读起来 receive 又是前面发短音 不要读re 是re 但后面发 口型小一些拉长 所以放在一块在那边 recede recede 好 这个词表示后退 具体的后退 或者抽象的比喻 各个方面都行 总之是一步一步往后退去了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 floodwaters finally began to recede floodwaters 就是大面积 洪水了 洪水泛滥 之后呢 现在开始终于啊 慢慢开始退去了 就像大海退潮一样 慢慢往后退退退 最后洪水慢慢退去了 叫往后退 但不一定是人呢 再看例子 he was in his mid 40s with a receding hairline 他现在呢 处在大概45岁左右 mid表示什么什么的正中间 45 6岁左右 有一个后退的发际 这个hairline 就是头发和这个脑门中间的这个交界线 那是这么一个 这个发际慢慢往后退了 就是什么 秃顶了 卸顶了 人到中年了 对吧 45 6岁的时候 那个发际慢慢往后退去 卸顶了 可以这么说 这个也是往后退 叫receive 可以这么来记 这是变成形容是receding的 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字根 特别好记 就是ceive 但是大家注意 有的时候 它会变形成ceed 但意思一样 都表示to go 走的意思 表示走路 那么我们看到 本文中像receive就特别好记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ceive表示走 咱说了re呢 可以表示back 我们知道re 咱多次说过两个意思 第一个表示again 再来一遍 第二个表示back 回去 在这儿是表示back 刚好走回去了 不是后退吗 go back 往回走了 特别好记 咱们再看一些相关的 比如说seed 大家注意 seed本身就是一个动词 叫做割让领土的意思 是不是也是自己家的地盘 跟别人走了吧 一般是割让 这个一个国家 一个正体 它的领土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eed seed 你像这个大法 seed territory 就是割让领土 这个territory 表示国家的领土 或占领区 割让领土 可以这么说 这领土跟人走了呗 离不开走 还有个重要词汇叫proceed 这也特别好记 为什么pre表示 before 在什么什么之前 或提前的意思 他走在了前面 他先走了一步 他做动词表示 在什么什么之前发生 先于某事 或者早于某事 刚好是他提前先走一步吧 他先走了 所以先于某事 或早于某事发生 你比如说 oral language perceeds written language 口语要早于书面语 口语先走一步 书面语跟在后面 这猴子是先会说话 然后慢慢才会写字 所以口语要早于书面语 这个先走一步 再读一遍 proceed 好 有这么一个意思 特别好记得 成短语了 对吧 再比如说 还有个字叫proceed 这个注意前面 就是pre 或者pro了 这个ced 变成ceed 但ced还是走的意思 这个pro表示forward 跟pre不一样 pre表示时间上提前 这个pre 呢 pro呢 表示空间向前 在前面 这个意思 刚好ced是走 往前走 proceed叫继续的意思 我们大声把他读起来 proceed proceed 跟刚才那个pre c e d 发音类似 读慢了能听出微弱的差别 pre c e d 读中 pre precede 这个读中 pre precede 但读快之后 pre precede 就几乎听不出来了 这个词表示继续 往前走嘛 不是继续的意思吗 对吧 咱们复习复习在三册 二十二和熟记台词里边 这个句子 Must to the aristocrat's amusement The jailer returned a few moments later With a pair of glasses And the usual copy of the letter Which he proceeded to read to the prisoner 使那个贵族觉得大为好笑的是 这个狱卒 过了一会儿之后呢 又回到台上 还拿着一副眼镜 还有往常的那封信 然后他继续把这个信 读给这个囚犯听 继续 Preceed to do something 就往前走呗 往前走不是继续的意思吗 这就好记得 对吧 再看 还有个词 大家可能都认识叫 Exceed 叫超越或超出的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 Ex可以表示 Out of 在什么什么的外边 到什么外边去了 刚好呢 C的是走 走到的外边去了 是不是超越超出啊 超出这个范围里面吗 出去 走到外边去 超越 我们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 Exceed Want Expectations 超越了某人的 这个预期 超过了某人的期望值 对吧 我说这个孩子的成绩 超过了他爸爸的期望值 The boy's scores has exceeded his father's expectations 超过了他爸爸 对他的期望 这固定搭配 都可以飞下来了 走到外边去了 超过这个范围了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Cceed 这个CD呢 还是走 I see 这个字头表示away 这个字头也特别重要 I see 表示away 离开 分离的意思 你看我们有一个词叫 分隔开 隔离开 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动词 叫separate S-E 或者P-A-R-A-T-E S-E是分开 P-A-R 不就是P-A-R-T 不是部分吗 把两部分分开 叫隔离 separate 还有一个动词叫 勾引 性诱惑 对吧 有个词叫seduce She's going to seduce me 他打算要勾引我 S-E D-U-C S-E表示away D-U-C 可以表示拉的意思 那女孩说 过来呀 跟我到这儿来 过来 当然到现在 还没有人来勾引我 就比方说 她在勾引我 过来 过来 到这儿来 过来吧 你 他拉到一边 拉开了 这不勾引吗 所以你看这个 se是表示away C-E-D是走 走开了 刚好 seed表示脱离某个组织 那老师大声在对面 S-E-C-E-D S-E-C-E-D 脱离某个组织 那你比如说 Many in Quebec want to secede from Canada Many就是Many people 很多人的意思 Quebec是加拿大一个省 叫魁北克 这个省呢 一般都是讲法语的人 他们一直想独立 所以呢 很多魁北克的人 希望从加拿大 独立出去 独立出去 叫seed 顺便能借词记住 可以跟from搭配 从什么什么里面 独立出去 跑到外面去了 再看一个复杂点的动词 这个词叫intercede 我们说inter 表示between 在什么什么之间 非常好记吗 咱们国家的叫national 国家之间的 国际的呢 international就好了 这个seed还是走 在中间来回走 来回走 这个叫调解或斡旋 这个动词 这是说点好话 那说点好话 双方别打了吧 中间来回走动 它调解人嘛 所以动词 调解 调停 斡旋 跟老师大声都变 intercede intercede 叫调解 或者斡旋 有的老师 斡旋我不会写 这个我不管 你自己插字点就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ced 或者ceed 这个表示走 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同根词 同时记录 把它放在一块背下来就好了 好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这个激昂的 充满激情地 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这个词读起来带着激情 大声那边 passionately passionately 好 这是激昂的 慷慨激昂的 充满激情地 注意这是个负损 那么先看他的同根的名词 就是做某事 热情激情 这个大家都认识 但记住搭配 大声读一遍 passion passion 对于某人某无的激情 注意后面 借词 加for 不要叫off 李老师多次强调过 不是每一个的都用这个off的 这个地方应该加借词for 对于某事的激情 咱们看一些简单搭配 先看在前面加行语词的搭配 比如说 religious passion 叫宗教的热情 虔诚的信奉某宗教 对吧 再比如说 revolutionary passion 叫革命的热情 革命斗志高 热情激情 对于什么的热情 就得记住后面这个借词for了 对吧 比如说 his passion for the girl 他对于这个女孩子的热情 his passion for music 他对于这个音乐的热情 非常热爱音乐 这都行 注意对于什么的热情 后面记住加借词for就好了 这是他的名词形式 那同样的在看动词搭配呢 我们经常说 打击了某人的热情 爸爸的话 打击了他的热情 his father's words damp 或dampen his passion 用动词damp 或者dampen 再加某人的热情就好了 大家注意这个damp 咱们以前讲过 做形容词呢 本来表示朝了巴基的 做急语动词呢 表示打击某人的热情 我们大声读一下 damp 或者用dampen 好 都是急不动词 叫打击某人的热情 可以用它 那么同样的 我们再看看 他的同根的形容词呢 就特别好记忆了 就热情的激情的 再次指出 ate在动词里面发成ate 但形容词名词里面 一般发ate ate ate 不要读ate 所以不要读成passionate 跟老师大声读一下 passionate passionate 是nate 不是nate 而且读快了之后呢 李老师说过 单词莫尾的t 还有d 两个舌尖爆破 读快了就听不到了 失去爆破了 舌尖顶住憋住气 咱们读快了提一下 passionate passionate 你看n n 舌尖顶住就好了 热情的激情的 a passionate supporter 一个热情的支持者 李老师 我支持你呀 热情的支持者 还有a passionate admirer 一个热烈的追求者 大家注意这个 admirer 一般可以表示 追求女孩子的男人 就是那些拜倒在石榴裙下的人 哎呀 我爱你呀 你要嫁给我呀 这种感觉叫passionate admirer 热情的 充满激情的 可以这么说 这是相关的几个同根的字 但是我们看 表示热情 有好多相关的词 你看 这是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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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表示什么热情啊 还有充满激情的 等等等等 咱们注意 这是名词 这本白颜色的实习用词 而且对于什么什么的热情 后面借词通通是加负 我们大声先读第一个词 慢慢来 enthusiasm 这是热情 读一下形容词 enthusiastic 热情的 好 读这边的名词 other 后面借词还是加for or是美食品写 our是英食品写 形容词呢 就是热情的 大声里面 ardent 好 再看这边这个热情 大声里面 fervor 对于什么的热情 还是加for 同样的 or是英食品写 or是美食品写 英国人把它读成 fever 每个是fever fever加了儿化韵 同样的形容词是大声里面 fervent fervent 英词读中 fervent fervent 没有卷声音 还有后面这个词 大声里面 zeo zeo 对于什么的热情 后面加这词for 他的形容词形式注意 发音变了 前面发 诶 大声里面 zealous zealous 好 我们从头呢 把这相关词再读一遍 大声里面 先读名词再读形容词 enthysiasm enthusiastic udder ardent ardent fever fervent zeal zealous 好记住了 同样的 他们的动词都可以跟damp和dampen打配 这有规律吗 多好记忆吗 打击某种的热情 damp和dampen wans enfusiasm wans the other wans fervor or wans zeal 都可以 好 这是热情激情相关的词汇 放在一块 把它有规律的词记住了 就好了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里 好 下面一个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人的活力 精力 生命力 跟老师大声 大声先读下来 vitality vitality 读坏了之后呢 这个字母t 会轻轻着化成 d 这个声音 再来呗 vitality vitality 你看 vitality 轻轻着化一下 不要读 用力 不要读 vitality 不是d的声音 在里面 vitality 精力 活力 生命力 咱们看看英文解释吧 vitality means energy and strength 就是精力 还有它的力量 就是人的精力 活力 一个年轻人 他的精力 生命力 都可以用这个vitality 这个词汇 我们看一看例子 比如说 he was a small man with enormous vitality enormous vitality 表示这个精力 充沛 旺盛的精力 这个人呢 是一个个头不高的人 但是呢 精力异常充沛 像一个小炸牙包一样 这个人是个 短小 惊骇 这么一个人 对吧 好了 可以这么说 有的是一个作比喻 你像 economic vitality 就经济上的活力 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 来自活力 经济生命力 这个词汇 可以同时记住 他的经常替换的词汇 就是我们经常用的vigor 也可以表示 活力 经历 生命力 几乎完全一样 一般可以替换 同样的 or是美式拼写 our是英式拼写 我们大声来一遍 vigor vigor 活力 精力 生命力 那咱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Despite her great age Anna is full of vigor 尽管呢 年纪特别大了 但Anna这个老太太呢 充满了精力 精力充沛 98岁老太太 天天踢足球 精力非常充沛 叫 Full of vigor 固定搭配 可以这么说 那充满了精力 那么它的形式形式 如果表示精力充沛的 生气勃勃的 怎么办呢 特别好记 Vitality 把后面的ity去电 变成形容是vigor Vigor 后面叫ous 变成vigorous 注意这个英式拼写 也要把our 换成or再叫ous 这是一样的 精力充沛的 分别读下 Vital Vigorous Vigorous 这两个形式 甚至可以替换 意思是一样的 还有呢 表示生精力充沛的好多 你像 Energetic Dynamic 都可以表示 那个精力充沛的 这个先回去 我们把这两个 大声来读一下 那read at me Energetic Energetic 当然它来自 Energy咯 能量来精力吧 对吧 来自这个词 读快了之后呢 这个字母T 还会轻轻触发 这个声音 再来呗 Energetic Energetic 确实读快了 反正 这个舒服 因为前面那个 后面那个 声带都震动 读快了之后 中间这个 轻轻变成 这个声音 再来 Energetic Energetic 就好了 再读后面那个词 Dynamic Dynamic 生气勃勃的 精力充沛的 可以这么说 都可以把它通时记 那这个Vital 它本身可以表示 生气勃勃的 精力充沛的 那如果人完全没有精力了 没有生气了 人就死了 所以这个Vital 也可以表示 和生命相关的 和生命相关的 这么一个词 也可以用它 维持生命必须的 也像我们经常 有固定达的 叫Vital Signs 是什么呢 生命的迹象 生命的迹象 尤其表示人的 像Heartbeat 心跳 像Pulse 脉搏 这属于生命的迹象 叫Vital Signs 那么生命的 与生命相关的 如果要是没有生命了 这人就死了 所以Vital 还有个重要的派生意 大家可能更熟悉 叫至关重要的 对吧 因为生命的迹象 脉搏 心跳 当然很重要 没有就死了 所以可以用 它至关重要的 这相关的词出来了 可以用常见的词 Crucial 还像Essential 都可以替换 这个Vital 表示至关重要的 记住Vital 三个意思 第一个表示 生气勃勃的 精力充沛的 相当于Vigorous 第二个表示 生命的 跟生命相关的 维持生命所必须的 第三个 表示至关重要的 这时候一般可以替换成 Crucial 或者Essential 我叫至关重要的 相关词汇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词我们看到这 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看后边的一个 疲惫或者疲劳 这个词 我们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Weariness Weariness 叫疲惫或者疲劳 当然用这个名词 表示疲劳 特别文言了 比较文气正式的一个书面语 那么我们先看一看 在生活中 他留另外一个词 经常跟他替换 也是比较文的 咬文嚼字 拽文 那个词叫fatigue 也可以表示疲惫 疲劳 这两个词都是书面语 更适合在作文中使用 跟老师大声读下来 Weariness Fatigue 注意 这两个都是名词 表示人的疲惫或者疲劳 一般来说 多做不可书面词来用 这个Weariness 还有fatigue 它的形式形式 顺便可以记住 就疲惫的 疲劳的 当然也是书面语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Wearied Wearied 再看这个词 Fatigued Fatigued 这表示疲惫的 或者疲劳的 但是表示疲劳的词 相当相当多 表示我很累了 怎么说呢 好多词汇都可以 我们看几个常见的 比如说 I'm Weary I'm Fatigued 这两个是比较正式的 文言词汇 还有一些常见的词 比如说 I'm Exhausted 精疲力就要累死了 I'm Tired Out 也是一个比较口语化的词汇 Tired 我们叫out 累劈了多 I'm Dog Tired 这比较口语化了 并不是我是狗累 就是像狗一样 累得跟狗一样 I'm Worn Out I'm Drained I'm Beat 可不能说I'm Beaten 但是我被人打了 I'm Beat 累死了 或者I'm Bushed 我都累批了 实在太累了 这是常见的几个 表示疲惫的 疲劳的几个 都是可以跟 必动词放在一块 我们大声 把这几个词读一下 Weary Fatigued Exhausted Tired Out Duck Tired Worn Out Drained Beat Bushed 好了 这几个词都可以表示 疲惫的 疲劳的 这相关词 我都放在一块 咱们记住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第十一课的 生词专誉部分 跟老师学的事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